台北教会的各位弟兄姐妹 木道朋友以及长职负责人 大家平安 感谢绝书的看顾以及带领 我们又来到了安息圣日 在我们辛苦了一个星期之后 就可以按照神的旨意 遵行神的吩咐以及命令 来到祂的圣殿里面 来享受祂要给我们的安息 不只是心灵上面的安息 也要让我们肉体得到饱足 得到休息 这样子的恩典是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 就赏识给我们的祝福 那感谢绝书也拣选我们成为祂的儿女 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可以来享受在祂爱中的安息跟福气 今天晚上小弟要以 投影部幕上面的题目 加密山上的祈祷 我们要一起来做学习 那讲到祷告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 这是我们身为基督徒 特别是我们身为 真耶稣教会信徒的一个特权 一个权利 因为在别的教派里面 没有像我们的祷告一样 主耶稣的灵亲自陪着我们 主耶稣的灵亲自内住在我们心里面 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呼求 主耶稣都在垂听 主耶稣也都知道 因为祂的灵就与我们同在 祂随时随地都在带领着我们的脚步 那今天晚上我们要从 加密山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也非常的熟悉 我们要来看先知的祷告 对于以色列民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那从先知的祷告里面 从以色列民遇到的困难里面 我们要来再一次的省思 是不是一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遇到了这些困难 或是我们也进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危机 但是我们自己却没有任何的感觉 我们要先来看到 《猎王记》上的十八章 《猎王记》上十八章 我们从三十八节看到三十九节 《猎王记》上十八章 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三十八节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 烧尽繁迹木材石头成土 又烧干沟里的水 三十九节 众民看见了就浮浮在地说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那这一段故事 其实我们非常的熟悉 发生在北朝 以色列国这个国家 当时的国王是 《亚哈王》 那先知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先知 以利亚先知 在这里讲到 众民说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那我们就要先去思考一个问题 以色列民怎么会说这一句话 以色列本来就是神的子民 神的儿女 可是在这里 他们居然呼求着说 他们居然大声地叫说 耶和华是神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 怎么会自己的儿女 竟然忘记了爸爸是谁 怎么会他的子民 竟然忘记了到底谁才是神 那耶和华从天上降下了火 烧尽了一切的繁迹 木材 连沟里的水都烧尽了 让以色列民看到 再一次的 他们的信仰被建立起来说 耶和华是神 所以可见之前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以至于他们忘记了 到底谁才是神 所以在加密山上的祷告 我们要从结局先来看到 结局就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 以色列民再一次的认识到了 原来天上的真神 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神 那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亚哈王又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既然会让以色列民 不知道神到底是谁 我们要先来看到 在列王记上的十七章 列王记上十七章一节 十七章一节 激烈寄居的提师彼人 以利亚对亚哈说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启示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并不降落不下雨 那刚好我们台湾最近也遇到了缺水的问题 当时在那个年代里面 从这里先知以利亚就清楚地讲到了说 他要奉着耶和华的名 要奉着永生神的名 以色列神的名 要告诉亚哈王说 他不祷告的话将不会降雨 所以也清楚地知道说 原来当时以色列国遇到了饥荒 遇到了没有血的问题 是因为神的旨意 是因为神对以色列国的一个刑罚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我们看到十八章一节就可以讲到说 这维持了三年的时间 整整三年在以色列国这个地方 没有下任何一滴的雨 所以可见植物没有办法生长 动物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存活 所以当时他们就遇到了大饥荒 他们把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矛头对到以利亚 因为就觉得说 是以利亚诅咒了这个国家 可是我们先来看到 在十七到十八节 我们要看到猎王纪上 十七章 我们先来看到十六章的十七节 我们来看到十六章的二十九节之后 十六章的二十九节之后 在这里讲到了 亚哈王在三十节之后讲到 亚哈王行了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情 那亚哈王成为了以色列国的国王之后 那圣经会对每个国王做出 在列王时代里面 圣经会对这个国王做出一句评价 在神眼中这个国王是怎样 那在十六章的三十节 我们就看到 十六章的三十节 这里就讲到说 圣经对亚哈王的评价是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甚至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也就是我们知道 以色列国跟犹大国最大的不同是 犹大国他是 大魏所传承下来 是属神的一个 是属神的国度 所传承下来国王 君王的一个国度 所以在这里 那时候的国王虽然有好有坏 可是他们都还记得要敬拜真神 可是以色列国当时是 充满了篡位以及谋杀的一些事情 那这些国王往往在得到了权势之后 不懂得来敬拜神 反而把以色列民带去了更恶的地方 带他们去敬拜偶像 可是这一群以色列民非常的可怜 也非常的无助 因为他们在上的君王是这个样子 甚至在这里亚哈王就讲到了说 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十一节 他去侍奉巴利 甚至盖了一个庙 而且带领以色列人去敬拜 巴利 所以在神的眼里 当然就觉得他没有办法容忍 这样子的事情 以至于他跟 以利亚先知就讲到说 他要给以色列的刑罚 就是三年不降狱 那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在百姓看起来 当然会觉得 我的生活受到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影响 可是这当中也有神的美意 就如同我们在十七章刚读过的 十八章读过的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因为这一件事情 让以色列民再一次的去认识到神 虽然他们的国王 把他们带离了神的面前 可是神派遣他的先知 拆派了他的先知 要让百姓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来 所以我们要来看到在列王记上的十八章 列王记上十八章 我们先来看到三十六到三十七节 列王记上十八章 三十六到三十七节 三十六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 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 亚伯拉罕以色列的神耶和华 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 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 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 耶和华求你应允我 应允我 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 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新回转 在这两节里面 我们看到了以利亚对耶和华的祈祷 在加密山上的祈祷 那在这两节的祈祷词里面 提到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 在三十六节就讲到说 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 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民已经忘了到底谁才是神 他们在拜巴黎 甚至我们也知道国王亚哈 还有王后耶喜别 养了四百五十个的假先知 来侍奉巴黎 所以那时候的百姓极其的辛苦 非常的可怜 他们所敬拜的居然是假的神 他们不认识真神 所以第一件事情 以利亚向耶和华祈求说 要让以色列民知道 你是以色列的神 那第二件事情中间也提到了说 我们看到三十六节的后半段 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 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的 因为当时以色列民在拜巴黎 所以他们认为说 侍奉巴黎的先知才是神的先知 他们不知道到底谁才是真的神 所以以利亚对他们来讲 就是一个假的先知 是来传不好信息的先知 所以在这里 以利亚特别讲到说 求耶和华让他们知道说 我是你所派来的先知 我是你的工人 我是你的仆人 求你可以为我做证明 那第三件事情 在三十七节就讲到说 又知道你叫证明的心回转 所以最主要的目的 耶和华这样子做 最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以色列民可以再一次的 回转到神的面前来 那很多时候神的刑罚 神的管教 永远都伴随着他的慈爱 跟他的恩典 当下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痛苦 我们也或许会不知道说 为什么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患难 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子管教我 可是如果我们从旧约 以色列民的历史来看 我们往往知道说 原来神的管教以及折打 到最后都有他的恩典 都有他的美意 每一次的管教 每一次的折罚 是让以色列民再一次的 可以去认识神 再一次的去兼顾他们的信心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要 从这三点来看 第一点 要让当时的人知道 以色列的神到底是谁 第二点 要来确定以利亚的身份 第三点 要让百姓可以回转到神面前 所以第一点 我们先来看到 三十六节讲到的 使人 今日使人知道 你是以色列的神 那我们看到三十九节 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就非常的感慨 没想到以色列民会说出 耶和华是神 这句话 当然这句话来问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当然耶和华就是神 主耶稣就是唯一的神 但是当时的百姓 竟然不知道 那我们来看到 我们先来看到 一样在十八章的二十一节 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一节 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 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 若耶和华是神 就当顺从耶和华 若巴黎是神 就当顺从巴黎 众民一言不答 当以利亚问百姓 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让他们再一次的去思考 到底谁才是神 你们心怀恶意 要到什么时候 你们到底要认定 耶和华才是神 还是巴黎才是神 如果你们觉得 耶和华是神 那就要去追随他 要敬拜他 那如果你们觉得 巴黎才是神 那就去拜他 可是十一节的最后 我们居然看到 众民一言不答 他们居然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 他们也不知道 到底谁才是神 所以在那时候 他们的整个信仰 非常的软弱 也迷失掉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说 我生命中的救助 到底是谁 我生命中的那位弥赛亚 可以给我平安 可以给我福气的 到底是谁 是巴黎吗 还是耶和华 所以在这里 以利亚第一件事情 就提醒他们 也要他们再一次的去思考 到底谁才是神 那众民不回答 他们也不知道 到底谁才是神 那哲学书也告诉我们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柱 我们不能又拜马门 又拜天上的真神 因为当我们今天 去追求马门 去追求世上的采力的时候 我们的心 就会在这个世界上面 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四节 就这样告诉我们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柱 所以我们今天 要非常确定的知道 我们的心到底要跟随谁 我们的心 我们的眼睛 到底要定睛在谁的身上 当时的以色列民 他们在巴黎跟耶和华之中 彷徨了 迷惘了 不知道该选择谁 因为巴黎那边 有四百五十个先知 而且有国王跟王后 作为一个保证 那这样看起来 这样子的信仰 应该是没有错的 不然为什么我们的国王 要带领我们拜这一位假神呢 可是没想到国王 他自己就是软弱的 国王他自己 就是不愿意信号神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信仰 必须要自己去体会 必须要自己去经历 而不是看着谁说 告诉我说 这个神可以拜 那个神可以拜 因为信仰是自己的 我们生命也是自己的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所以我们的主 我们生命的主人 到底是谁 我们都知道是主耶稣基督 可是当时的以色列民 居然不知道 那当然以利亚也知道 他们的软弱 在二十一节 这样子提醒他们 要他们再一次的 去思考了之后 我们来看到在二十二节之后 以利亚就说 不然我们各牵一枝牛过来 然后呢 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 我来求告我神的名 看哪一个神可以降下火 那他就是神 我们可以看到在二十四节 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 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 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 众民回答说 这话甚好 所以从众民的回答里面说 这话甚好 我们也看得出来 原来当时的以色列民 真的非常的软弱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 因为国王带我们 要去敬拜巴黎 可是又一个自称是 天上神的使者 天上神的先知 站在我们面前 告诉我们说 你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到底要选择谁 他们不知道 以利亚第一部先告诉他们说 要重新思考 第二部告诉他们说 不然我们来求告神的名 我们让神来显现他的能力 谁可以降下这样子的火 谁就是真的神 这时候以色列民就找到了 一点点的盼望 一点点的希望说 这回话甚好 因为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透过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可以让他们再一次的看到 那一位真神的能力 那一位真神的全能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列王记上的十六章 我们刚读过的三四节到三十一节 雅哈王就是这样子带领整个国家 去拜巴黎 不禁拜真神 他自己拜巴黎就算了 甚至把整个国家 把以色列十个支派的人民 全部都带到巴黎的面前来 所以以色列民根本不认识神 那也在提醒我们说 一个国王都可以造成国家如此的衰败 那信仰的传承又是何等的重要呢 那信仰的传承 我们父母亲必须要站在第一线上面 因为小孩子的信仰最开始被建立 就是在家庭里面 所以我们到底给小孩子的信仰是怎么样 小孩子从小就在看我们 因为从小他开始学部了之后 懂得来教会聚会 懂得读圣经 懂得来敬拜神 这都是父母亲的代理 所以父母亲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任务 要让我们的孩子 要让我们的儿女来认识这位神 不要让当时的以色列民一样 这么可怜 他们居然不知道到底谁才是神 那在这里二十四节 我们回到十七章二十四节 也讲到说 以利亚就说 我也要求告耶和华的名 那求告耶和华的名 我们也知道耶和华神 他就是超乎万有 他是全能的神 那以利亚求告耶和华的名 他也要求告求神 能够带领接下来的一切的动作 能够求神带领 让以色列民再次的回归到他面前 再来他也要求神 能够让巴黎不要把火降下来 那如果巴黎的甲先知 在祷告的时候 先把火降下来了 那以色列民就再一次的 被带到软弱当中 就说你看巴黎降下火来了 那巴黎难道没有办法降下火来吗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到路加福音的四章 路加福音四章的六节 路加福音四章六节 四章六节 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原事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这是魔鬼对主耶稣说的 当魔鬼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 他就说你只要向我下拜 这世上你所看到的一切 我都给你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交付在魔鬼的手中 他说我要给谁就给谁 新约是如此 旧约一样是如此 难道巴黎没有办法降下火来吗 当然可以 所以以利亚当然要呼求神的名 求神可以带立 让巴黎的工作不再继续下去 不要再一次的迷惑以色列民 那这样子以利亚才有办法 在当时来荣耀神的名 让以色列民再一次的知道 到底谁才是神 那在这里也让我们知道说 原来跟灵界之间的战争 跟魔鬼之间的战争 以利亚他是透过祷告来胜过的 那如果以利亚不向神祈求的时候 巴黎可不可以降下火 绝对可以 那是谁让巴黎没有办法这样子做 是天上的真神 就如同以色列民要出埃及的时候 第一灾随便写之灾 同样埃及的术士也可以行 那第二灾一样也可以行 可是到最后是谁让他们的术士 没有办法再变出那些戏法 当然就是天上的真神 因为他是超乎万有 他是全能的真神 所以以利亚向天上的神祈求 也要祈求神可以来保护他的重民 不要再一次的被假先知 被假神说迷惑 那再来以利亚的祷告 也要求神跟他同在 不然如果以利亚祷告了 神不把火降下来 如何可以证明他是神的先知呢 所以以利亚的祈祷 在加密山上的祈祷 里面包含了这么多 很重要的一些意义 那我们也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祈祷 以利亚是为了要能够 让以色列民再一次的信仰 被建立起来 而不是说为了要显示 他有多大的能力 他有多大的恩赐 不是 我们看到他第一件事情是 要让所有的人知道谁才是神 那第二件事情是要来证明他的身份 因为证明了他的身份 让当时以色列民知道说 原来你就是耶和华所派来的 而不是自己跳出来说 我是耶和华的神 因为这是耶和华猜前 以利亚要来做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到在列王记上的 27章一节 列王记上17章的一节 我们看到18章的一节 18章一节 过了许久到第三年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你去使亚哈得见你 我要降雨在地上 所以从耶和华对以利亚说的话里面 我们又可以看到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这是神吩咐以利亚要去的 这是神的命令 这是神的计划 所以以利亚是照着神的吩咐去的 第二件事情 使亚哈得见你 所以当之前亚哈王一直想要找以利亚的时候 找不到 因为神会保护他的工人 神会保护他的子民 当神要用他的时候 神当然会看顾他 那第三件事情 神要降下欲来 这是我们从18章一节里面看到的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知道 以利亚就是神派来的先知 那我们当然这样看会知道啊 那当时的以色列民会知道吗 依然不知道 所以我们先来看到18章的36节 在这里就讲到了 以利亚向神祈求说 使他们知道 我是你的仆人 我是被你派来的 而且是照你的旨意来行这一切事情的 那我们再来看到14到15节 14节 现在你说要告诉你主人说 以利亚在这里 他必杀我 以利亚说 我指着所侍奉之永生的万君之耶和华 启示 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 亚哈要抓以利亚找不到 可是以利亚就说 我今天要让亚哈看到我 因为我是奉着万君之耶和华 神的名 所以在这里 以利再次的来证明 而且他是说 我是奉神的名 他要来证明他自己的身份 那从30节到32节 我们可以看到 以利亚跟百姓之间的互动 那以利亚跟百姓之间的互动 他也不断的在告诉百姓 我就是神派来的仆人 那我们来看到30节 以利亚对众民说 你们到我这里来 众民就到他那里 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 所以以利亚第一件事情 是先把所有的人民说 你们都到我这里来 呼叫他们说 呼唤他们 叫他们全部过来 为的是要让他们再一次的看到神的能力 所以以利亚要证明他是神的先知 第一件事情 他当然要让所有的人都靠近过来 来到这里 我们再一次的来思考信仰 我们再一次来思想 到底才是真的神 而且在这里就看到了 他先修复已经毁坏的坛 那我们知道坛的作用就是要来敬拜 要来献祭 所以这样子的动作也让以色列民看到说 什么样的人才会去修复耶和华的坛 当然是敬拜神的人 如果你今天不愿意敬拜神的时候 你会去修复吗 当然不会 那透过这样子一些动作 让以色列民看到说 我就是神的使者 那我们再来看到在三十一节 我们再来看到在三十节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到三十一节 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树木 取了十二块石头 耶和华的话成临到雅各说 你的名要叫以色列 用这些石头为以色列的民族一座坛 在坛的誓为挖沟可荣古种二西亚 在这里讲到以利亚就拿了十二块石头 以色列民看到十二块石头 这个十二这个数字 他们一定会有感觉 因为从亚伯拉罕传到以色 再来传到雅各 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 这十二个儿子 后来就变成了十二支派 以色列民都非常清楚地知道 他们有十二个支派 他们也非常地以自己的身份 感到骄傲说 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们是得到应许的那一群人 虽然他们当然知道十二支派对他们的意义 可是当时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分开了 所以这时候十二块石头 也在提醒以色列民说 虽然你们以色列国这个国家 只有十个支派在这里 可是以利亚今天竹的坛 一样是十二块石头 因为神的恩典 每一个他的百姓 每一个他的子民 他都不会放过 他也不会轻忽 所以透过这样子竹坛的一个动作 让以色列民再一次去重建他们的信仰 让他们自己去思考说 为什么要叠十二块石头在这里 虽然他们的国家已经分裂了 但是天上的神不会分裂啊 天上的神还是独一的神 虽然有犹大跟以色列两个国家 可是神依然是他们的父亲 神依然是他们天上的神 那以利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再一次让他们自己去思考 也在提醒他们说 不要忘了你们都是神的子民 所以这时候以利亚 在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之后 他已经开始逐步地要来为以色列民 再次重建他们的信仰 我们先来看到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 我们从八节开始看 彼得后书三章八节 亲爱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在这里彼得长老就讲到说 亲爱的弟兄啊 主耶稣的儿女 主所爱的门徒们 主耶稣迟迟不下来 不是他单言 而是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悔改 他不希望他的子女有一个人沉沦下去 就如同以利亚一样 在告诉以色列民的 你们国家分裂了 可是神依然在看顾着你们 神依然是我们的神 神依然是我们天上的父 所以我们看到了软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了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从以利亚的祷告里面 我们清楚地看到 神一个都不放弃 所以十二块石头也在提醒着我们 我们今天是不是 有时候往往都会不断地去传福音 可是我们会不会忘记了 我们在旁边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有时候只顾着说 我们要去项目到这传福音 但是软弱的信徒 我们有时候很容易会忽略掉 就觉得说 我传福音都来不及了 那他们在祷告当中 求主耶稣再一次地带他们回来 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 以利亚不是这样子做 他关心每一个人 关怀每一个人 而且在这里彼得长老就告诉我们说 亲爱的弟兄 主耶稣愿意我们每个人悔改 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 这就是主耶稣为父的心肠 这也应该是我们要去了解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能够明白神的心肠 我们要知道主耶稣的心意到底是如何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懂得去关心 我们周边的人 那或许他真的很久没有来教会了 但是或许因为我们的一句话 可以让他再次地 就如同这一群以色列民一样 他们忘记了真神是谁 他们忘记了生命的救助到底是谁 可是我们要帮他们回忆起来 那以利亚透过这一些动作 来让以色列民再一次地思考 到底谁才是神 那第一部以利亚就讲到了说 你们要去思考 到底谁才是神 那第二部就说 不然我们来向天上的神祷告 那众民就说这话甚好 所以第三部以利亚就把他们召聚过来说 我们先来修复毁坏的坛 然后用十二块石头把架起来 让以色列民看到 让他们自己再一次地去思考说 原来即使我们的国家分裂了 即使分成两边了 可是神依然不变 神依然在天上看顾着他们 那这也是以利亚要告诉他们的事情 那第三点我们再来看到 以利亚是如何让他们再一次地 重建他们的信仰 我们来看到十八章的三十六节 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六节 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 亚伯拉罕 以色列的神耶和华 我们要来看到 出埃及记的三章五节 出埃及记三章五节 神说 不要进前来 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 又说 我是你父亲的神 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我们再来看到三章的十五到十六节 出埃及记三章十五到十六节 三章十五节 神又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打发你们到这里来 那以下省略 那十六节也一样提到了说 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 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那我们知道雅各后来 神帮他改名叫以色列 神的王子 所以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 神的儿子的义士 在这里就由我们看到 当神在宣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这是一种信仰的传承 也在告诉我们 即使不管过了几代 不管时间如何的变化 天上的神不会变 而且信仰是一代 接着一代传下来的 可是在列王记上 十八章三十六节 我们看到他说 以利亚的祷告里面提到的是 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以色列的神 在这里他不用雅各的神 他用以色列的神 那其实也是对着以色列民 让他们听到说 没错 原来我们以色列的神 这样子的一个神 是不断传承下来的 当他们自认说 当他们自夸说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时候 他们也都已经忘记了 原来亚伯拉罕的神 就是天上的神 就是耶和华 所以以利亚透过这样子一个 名称的改变 称呼的改变 让以色列民 可以再一次的去思考说 没错 原来我们以色列的神 就是以撒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就是我们祖宗的神 因为这样子的信仰 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那传到我们现在身上 我们的神又会是谁呢 当然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因为神从以前到现在 都不曾改变过 所以以利亚在祷告里面 用了这样子的一个祷告词 再一次的提醒以色列 要去思考 你们说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宗 以撒是你们的祖宗 你们认定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那同样的 雅各的神 以色列的神 就是你们的神 再一次的要让以色列人 自己去思考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以利亚帮他们把信仰重建起来 我们来看到生命纪七章的六到八节 生命纪七章的六到八节 生命纪七章六节 因为你归耶和华 你神为圣洁的名 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 特做自己的子民 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名 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又应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就用大能的手离你们出来 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 王法老的手 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原来以色列民是神专选的 特别挑选出来的 是因为神爱他们 那同样的 我们也是属灵的以色列民 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原来是神爱我们 所以把我们拣选了起来 把我们牵到了他爱子的国度里面 让我们可以在他的爱里面 得到这样子的保护 得到这样子的恩典 那我们现在非常的清楚知道 我们的神就是主耶稣基督 那以色列民当时并不知道 所以以利亚透过这些方法 再次地要让他们自己去思考 去省思他们的信仰 那以利亚并没有用责备的方法 而是透过神的话语 透过神给他的智慧 在祷告里面 就为以色列民祈求 也求神能够带领他们 带领以利亚的脚步 能够在这么多人面前 展现出神的能力出来 所以当我们再回到 在列王记上的十八章 十八章三十九节 这里就讲到说 众民看见了 三十八节 那如同之前以利亚跟他们说的 我们来向神祈求 谁能够降下火来 谁就是真的神 百姓说这话甚好 所以他们都在看 到底是巴黎可以降下火来 还是耶和华可以降下火来 所以当耶和华降下火来的时候 众民看到了他们就说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所以以色列民透过神所行的神迹 再次地建立起他们的信仰 那我们今天也同样地在生活当中 我们经历过了那么多主义书的恩典 难道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再一次又一次地建立起来吗 当以利亚在不断提醒以色列民说 你们要再一次地思考 你们要去想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到底是谁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断地在告诉我们自己 没错 我们所敬拜的神就是这位耶和华 就是天地唯一的救助 所以在加密山上的祈祷 我们看到以利亚他的祈祷 是为了能够求神展现出他的全能 展现出他的公义 他是为了百姓在祈祷 不愿意百姓再一次受到巴黎的蛊惑 再一次受到假先知的欺骗 他这样子的祈祷不是为了自己 他是为了神 为了神的百姓 那从以利亚的祈祷的内容 还有以利亚从十八章里面所做的一些事情 可以让我们再一次地去思考 当我们面对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智慧 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可以用神的话语 来彼此的勉励 彼此的鼓励 那最后我们一样再看到三十九节 就讲到说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当中民看到的时候就匍匐在地 他们终于看到了神 他们终于再一次地认识到了神 所以他们愿意谦卑跪在神的面前 把荣耀归于天上的真神 那从加密山上的祈祷里面 也再一次让我们去省事我们自己的信仰 我们是对我们的神不够了解 或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仰 会有所怀疑说 我拜的神是真的吗 那当时以利亚借由祷告求神降下火来 让以色列民看到 那今日主耶稣把他的灵直接放在我们当中 放在我们心里 要跟着我们到永远 所以每一次的祷告 每一次的祈求 主耶稣的灵就与我们同在 对我们来讲 这就是最大的恩典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 可以对我们的信仰感到怀疑 因为主耶稣的灵随时与我们同在 我们不需要透过以利亚来为我们祷告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主耶稣 那同样的 我们要为了我们自己的信仰来祷告 求主耶稣能够透过每一次的祷告 能够透过每一次的读经聚会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更认识他 也能够再一次来坚定我们自己的信仰 今天晚上小弟分享就到这边